一下車就熱情握手寒暄 鴻海創辦人郭台銘帶著妻子曾馨穎到南投縣議會 拜會縣長許淑華 立委馬文君 議長何慎豐等國民黨政治人物 團結 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 在2024年 我們為國民黨 為國家爭取盛選 這是我最大的參訪之旅的一個目的 郭台銘不僅陸戰打得認真 在台灣各地勤跑行程與藍營人士勃感情 也利用臉書打空戰與支持者互動 周三晚間他就在臉書發文 批評年改是只對公務員下重手 稱民進黨是犧牲少數人打贏省戰 對此行政院發言人羅秉成4號回應 年改是為了讓財務健全 年改在這個過程裡面是有一些陣痛 但是年改的結果是能夠讓整個財務健全 讓他的經營能夠永續 如果各界有意見的話 我們都予以尊重 但是希望能夠就事論事 給予公平的評價 羅秉成也表示將正面支持軍公教 明年的薪資調整 民進黨立法委員鄭韻彭 則以臉書發文表示 年改應該做 否則下一世代會有繳錢讓上一代退休 自己卻領不到的困境 並反批郭台銘時機如何 不是看他個人的財產 是看他的企業如何對待股東和勞工 郭台銘近日不斷拋出議題 從派8萬機器人上戰場 不要議會監督到一線式一核電廠 讓網路聲量迅速攀升 同樣以發言攫取聲量的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就被問到對於郭台銘近期頻頻失言 有什麼看法 我也不認為他失言特別多 他最近話講得比較多 所以機會比較高 國民黨總統提名人尚未推出 郭台銘平抛議題充基層聲量 勤跑行程與泛藍人士拼交情 新北市長侯友宜 最近都在議會備詢 話題從市政工作擴及兩岸 有選戰及從政經歷是一大優勢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在週三中常會表示 這個月就會確定國民黨提名人選 此外也強調自己並不在最強名單內 新唐人亞太電視 陳徽謀 黃燕玲綜合報導